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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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今天他们想要办什么 只是以他们的想法来办 可是他是乱撒钱而已 我今天要讲的是希望相关单位 安排一个场地 例如活动中心、国校、校园市 让我们新住民在某地方 平常周末可以开课 分享各国家的地区和文化 风流还有进入交流 并让新住民在某地方 并让新住民在某地方 可以借这个场地 学习各个文化 从小培养地体各观 也让台湾人可以 接触与了解或文化 降低国通和障碍 与文化重挤 还希望相关单位 全这单位都需要做帮忙 我们谢谢 其实我想为我们季一鸣姐妹 就是雾气会讨价 可是我们是这个年家那么遥远 我们跟老公就超为吵架 然后他就直接叫我们滚出去 这个时候 请问有地方可以收留我们吗 我们可以找姐妹 可是姐妹是很愿意 可是公国家 又特她是不能自己做主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在 就会流露在街头 然后我们希望 我们庇护中心可以开放 那个我们就是 新住民 离家我们新住民的那个 许多那个台 这个可以设在我们离家 附近这一个庇护中心 让我们姐妹就是 可以有个肚子可以保暖 暂时可以有地方可以住 希望我们政府可以看到这个严重的问题 在嘉义 那个新住民还有公读生的那个工资 过低很多没有到达那个最低的薪资 然后也没有帮我们淘楼健保 就我问题这么简单 这是我本身也遇到这样的很多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帮新住民姐妹们 就是请问这个候选人帮我们如何解决 这个改善 改善这个问题 保障我们的权益 那我来嘉义这么多年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种的大多数的 经过认证在温室 就是比较好的蔬菜 那我们都是去运到台北去拍卖 那我才发现说 我们包括我们在地的新港人 我们自己种蔬菜 多数的蔬菜 反而都是从云林那边去批发来卖 而且我觉得更奇怪 是云林县和我们嘉义县 同样是农业大县 为什么云林县有设立公共拍卖市场 而我们嘉义县就没有 嘉义 高雄 桃园 台中 目前都有 可是我们嘉义县就没有 我们目前运到台北 因为费用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出 而且拍卖价格也没有便宜 没有贵 反而就是货品在地的 要贵 而且我们还要遇到那么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种 对我们非常不公平 而且我觉得农民来说 已经一直都是出在一个被剥削的阶段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决定我们农产品的价格 然后价钱好的时候也是一样 台风来了 产品马上涨 我们的批发价还是一样 外面已经涨很多了 这些大家都知道吗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有开一些课程吗 那我知道有农民学院吗 还有一些比如说农会有开一些课程 但是农民在很忙的时候 怎么可能有跑去地方去上这些课 一些农业学院在什么花莲啊 台中桃园啊 我们嘉义没有这种的课程让我们上 我们如果说农民今天他种态 他就是已经很辛苦了 投资下去 他一天不工作 可能就觉得生活有问题了 他有时间去上课吗 然后上课的过程非常的 申请也非常的麻烦 然后就是课程据我所知 学费不是很高啦 但是有收一点点费用 但是但是我觉得那种是业余的 农夫才有可能去上那种课程 对 那我那我是觉得我希望说 我们的县长能提供一样什么样的政策 可以协助一些技术员 实际到我们农民的菜园 还是我们的稻田 去实际观看我们的土地状况 然后实际帮我们勘察 找到那个 哎我们想要种植更好的蔬菜 更高品质的蔬菜 提升我们的品质 这样才是我觉得才是对我们有真正的帮助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想要走很高 就想要走 就是 比较想提高自己的产品价值啊 这些高薪质的价值的作物啊 可是他们有技术啊 他不敢 万一种他去失败了 我盖一个温室贷款几百万 那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家庭就过不下去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也觉得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知道我们嘉一县的州小学 我们的营养午餐 吃的是什么样的菜吗 对啊 也是一样啊 对啊 都是外面拿的最便宜的蔬菜啊 我们的小孩子永远都是在吃不健康的蔬菜 有农药残留的蔬菜 那我希望说我们的县长可以通过一些政策 实际来协助让我们这些 怎样让我们嘉一县这些无足的农产品 走入到我们大中小学 而且那个推广一些食农 从小叫小孩子推广一些 让他有一个安全食农教育 让他了解这个农产品的生产环境 从小接触环境了解说农民的幸福 好 大家谈到一个 我认同 你们这里面觉得很多我都认同 可是我觉得不要成为什么外国人咨询委员会 你应该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什么叫外国人呢 外国人就有内外之分不好 所以我们要叫国际 然后一个多国的文化中心 我认为也是改成国际 另外呢 这个大家谈到公司的问题 各位 你知道我住在铺子加古路西段17号 我那个社区的大楼 你知道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一天赚多少钱吗 你要不要猜 那个笠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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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加一线式的问题 加一线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农业线 所以它的产业结构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工厂 所以各位我要鼓励现场所有这些 我们这个新移民的朋友 你们身上有很多的优质 有很多的特色 你绝对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优势 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弱势 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 好像别人欠我们什么东西 各位没有这一回事的 我刚回应就是我们华委员的回应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成立 当地的外国人进行委员会 那为什么我们要当地呢 因为我们会加一都做不起来了 你们就没有做一个好榜样 怎么可以做到国际 到底是多少人去关心 那现在所我们的姐妹 有条件有能力能这样做而已 我们没办法做到国际 除非都加一加一起努力 然后可以就给其他天使看 然后让大家看 散场就表示加一线这边还是有关系 我可以回应吗 我可以回应吗 可以 好 然后我另外一题是 其实 其实你刚刚讲的 这是一个 就是 刚刚就是问丽丽说 一个台湾人一个月一万八 可是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姐妹 跟你们工作不一样 你们在开门 在闯门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可以掀钱灯 都开门 可是我们的姐妹就是那种 劳动很辛苦 然后十几个小时那种 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比呢 难道是 难道是所有台湾人都是一万八吗 不可能的 对 那我们的姐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那你怎么看 连基本公司都做不到了 我希望说我们的这边可以去去监督 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姐妹 好 我现场已经有发觉 有包括大陆 包括柬埔寨 包括越南 这很明显的 超过两个以上 当然就是国际的东西 并不是外国人 而且外国人有内外之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称上不是很好 那今天我已经 因为我九点 我八点多就已经到了 我就已经到现场 这个会长也是见证人 今天我已经看过所有内容 我都愿意承诺 我都愿意来 跟各位表达我的敬意 表达我的这个 对各位 我们 其实这个美女 我不晓得怎么称呼你 我是王军京都来说 对 你看 所以当然要叫国际了 不能叫外国 叫国际 王小姐 是 你的称呼是有一个非常简单 你就是台湾的母亲 你身的孩子都是台湾人 当然我说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孩子教育好 把他将来回当总统 当县长 当市长 当班长 将来你菲律宾的亲友 一定以以为荣嘛 各位就像我今天最选 嘉义区的县长 我台湾阿城 11月29号已经当选了 我所有桃园县的相信 都以我为荣嘛 大家都打个空 对不对 对 太小声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这样才对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努力 然后第二个呢 我刚才讲到一万八的问题 不只是大陆问题 我说这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主张 要盖一个海峡隧道 我说海派去房间 家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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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一直领 因为家里奔大湾 所以 刚刚我大概看了一下你们的建议 第一点我想 有关 整体上要去做 为大家做一个解决 将来在嘉义县政府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就是在民政处里面 类似要设置一个 类似像 人民会 或者是我们的这一些 新移民的 这样的一个 专业的 专属的一个科 负责我们所有 新住民的相关的问题 不管是你们的 薪资的问题 不管是你们生活上的问题 甚至于是你们的这一些 面对的球鞋 或者是各方面的 福利的问题 这个科 它是专责这一方面的 如果成立这样的一个科 来负责我们 所有新住民的 这一个业务 我想 将来可以把 各位所面临的 或者你们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做一个 整体的 彻底的一个解决 让嘉义县政府 专门来为大家解决 大家的困难 好不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们谈到了薪资过低 或者是说 没有劳健保的问题 我想 这个在政府里面 它应该有相关的 法律规定 第一个 我们要参加 我们要有一个 基本的薪资 不管是 台湾 不管是在你们 在任何一个地方 主要是我们 从事这个 相关的工作 一定有一个最低的工资的 一个标准 所以 这个磕将来 它就可以受你 你们家所说 他没有给你足够的薪水 或者是他故意 压低你们的薪资 你们就可以跑到 嘉义政府 我们会针对你们的问题 来做一个专案的处理 也不容许 我们的雇主 来刻意的压低你们的薪资 也不能过刻意的剥削了你们的权益 这一点从今一定说到做到 好不好 好 至于老健保的部分 只要大家符合相关的规定 有任何困难 县政府也一定会千里以赴 为大家解决 为大家处理 这是第二个部分 农夫市集的观念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到世界各地去看 这个农夫市集 农夫市集它是怎么样 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农产品 你们种的农产品 到那个农夫市集里面 直接就去卖了 然后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农产品的拍卖 农产品的行销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中心 将来我们卖的价格 就不会受到中间的剥削 你们知道吗 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 中间有层层的关卡到消费者的身上 会受到很多剥削 将来如果我们有农夫市集 有山海豚 然后山区海区平野 我们这些农产品互相可以交流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最好的农产品 卖给我们需要的客户 不要受到中间的剥削 将来我们就可以卖到好的价格 你既然邀请我来座谈 我对你们的主办单位的态度我有意见 所以我要来设备所有的承诺 对对对 对啊 那要到最晚最晚是21号 21号 OK 21号 谢谢 oui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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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